我们现在开始 在本次采访中 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 不刻意隐瞒 不夸大其词 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 都真实无误 能够保证吗 哇 这 有点紧张 为什么读完之后 我保证 如果有撒谎 我就把李先生的一个头发 如果有撒谎 就让黄先生 做十个俯卧城 所以我现在做了一千多个 有可能 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谁 这位是非常帅气的 梁牧泽 扮演者黄先生 这位是 中国 知名 呃 女演员 李庆老师 你这 我老是想加词 但加不进去 不满意 那要怎么样才好吗 流畅 这是中国知名女演员 李庆老师 然后之前知道 两个老师在拍这个之前 就已经见过了 见过吗 拍戏之前 没见过 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 把那个照片和他的视频 你太想不起来 不是把那个视频给他看一眼 啊 啊 那是你啊 哎呀 啊 我的天 我有印象 但是我 他有点 太久了 好多年了 不是 他就是 有点对不上号 那会儿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我比较 认脸 所以 我一般见过一两次的人 我都会记得 我这头一天晚上吃完饭 第二天见面可能都记不住 那种 是 就是感觉他很高 很 然后就 除了是没别的 还有什么 人怎么样 人怎么样 那能都没有说上话呢 感觉嘛 感觉嘛 感觉非常的高冷 大气 那后来现在呢 现在 比较的可爱 要不要爆料一下 对方朋友圈 发什么内容比较多 李欣老师全是自己啊 我都不发朋友圈好吗 最近没发 最近可能照片拍少了 之前全是各种美照 谁说的 都是特别漂亮 还有一段夸黄先生的 他就失忆了 有夸黄我吗 你 你就忽略了是吗 我朋友圈全是夸黄李欣老师 你撒谎了是吧 你拿出来看一下 后面是什么 知道对首期演员是对方的时候 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什么准备 不然呢 你说镜组还怎么着 先给对方 先来一个什么简介 也就偷偷买个增销垫之类的 但是我没有 最后因为我很多戏 都是穿的平底鞋 因为导演就希望要 这个比较明显大的身高差 所以最后都是 没有用上 很遗憾 拍我戏的时候会电视过小吗 会啊 电了 进几的时候一定要电 因为实在是 差的太大了 不电他颈椎可能受不了 有没有见证过 对方这种偶像包袱进去的时刻 你还有偶像包袱吗 我包袱 放着着哪儿去 一直没找着 对 不是就像他刚刚说 帮我拿个垫子是吧 他经常这种事 就是帮你拿个垫子 自己摔倒了 然后垫子没拿到 自己先扮一跟头 我这个脚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生活中 我一直跑得巨快 穿着个靴子 然后在大街上 搬了两圈 没人没关系 没人没关系 起来就走就装 假装没摔一样 已经经常被调侃 在综艺里和谁都有CP感 在距离和谁都像搞事业 觉得爱上特种兵 能打破这个魔咒吗 搞事业不好吗 啥叫搞事业 现在不都喜欢搞事业吗 这个魔咒 需要靠黄先生打破一下 这个戏他还挺甜的 就是从我 从我一个这么 不能接受好多 那种那个小可爱的人来说 他这还是挺甜的 你觉得哪个我最受不了 你都受不了 我的反应最抓狂 那个是一个 那个 那个是一个 还有 摸摸头他也其实有点受不太了 拍全景的时候 他摸完我的头 他转身走的时候 他想 自己 然后抖三抖 他很本能的 就是觉得 太恶心的可能 是吧 很麻 就很麻 就太受不了了 就这种感觉 有一丢丢 花絮里面应该会有一点点 现场教学一下 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 一听就是 不是很标准 不地道 那怎么地道 咱 我觉得这个南北方的发音位置不一样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段书里面的经典台词 然后小杨老师分别用自己的方言 然后你们两个人来对话 让我们再买个 你这是昆山话是吧 你家是昆山是吧 嗯 没记错 我想要结婚 我要对你负责 那 等等不来是吗 不行 你都从家跑来投问我了 我必须给你名分 苗木子哥 你真爷们儿 这句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有些是用方言无法说的 但如果现实 现实我当中 老叫人不投给你 其他的女儿也会怎么办 这在投其所好 你看他喜欢什么 爱喝点啊 就在美食里面好酒 就陪人喝一喝啊 爱下棋啊 或者是 爱什么 逛逛花点市场 就是你在花时间在上面嘛 对吧 你在一个人花 在一个身上花时间 绝对不会白花 他要么会更喜欢你 要么会更烦你 但是你要试试才知道 也不用哄吧 就是我觉得我 应该是比较 尊重我的想法 听说原著有很多亲密戏份 路透中的雄豹 在咱们剧中 大概能达到 怎样的亲密等级 挺多的 豹 各种豹挺多的 导演啊 特别希望 看到一个什么角度啊 就是我把它抱起来 之后 它在这儿 就是它服侍我 你说怎么抱 才能让它服侍我 所以我就要 等于是 要把它勤在 端在手上 你懂吗 你懂啥叫端在手上吗 就这样 但是最后不行 最后实在是不行 因为只有这两块肌肉 能用 有点有点 算是 女演员我抱的 都挺轻的感觉 因为你 就我没觉得 哪个女演员很重 听说剧中 还要给彼此 刮胡子洗头的情节 生活中 你们会为另一半 做这样的事情吗 对吧 你居然女朋友 不想洗个头 但是我觉得正常 女孩应该不想 男生给他洗 他感觉 觉得洗得不好啊 或者是 没到位啊 怎么着的 对吧 还行 吹头发吧 你看我是不是 很抓住的 这个 该回一程是吧 吹其实就 比较浪漫 这个 吹比较简单 而且也不会怎么样 你去有听过自己 美墙产扮演员的 胎头吗 粉丝都说 要念念吓出 多让吓出哭一哭 就第一集 你那个凌乱的 那个样子 然后就 很好 那我认了 我领了行吗 这个胎头 我是领了 然后粉丝都说 因为你真的 你做得太好看了 然后也经常演出 美墙产 大家都希望 在这部剧里 能够依然虐一个 然后有时间 这都是什么心态啊 我好好的 填一下不行吗 还非得要虐我 还虐得不够吗 之前已经虐得够多的了 之前黄景怡拍完红海说 短时间不拍 体能消耗很大的戏了 结果却进入娱乐圈 伏兵役 搭练吗 那会儿 一个是 没拍过什么戏 刚开始拍 每天那个 去啪呀 飞呀的 就那会儿我觉得 我要不要 去学校里 谈谈恋爱什么的 但是后面慢慢的 我发现 我 其实我 我鼓子里 是很爱这种东西的 就是一提到部队里边的事 我特别能感动 但是你提到一些 什么恋爱的事 我很难带入 就是现在这个 架构情怀 特别特别的强 有没有意识到 两个人对着二喵时 都有不自杰独嘴 我有吧 因为我觉得他太可爱了 然后我看了很多 花学照片或者视频 我就会觉得 萌萌哒 然后我在演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 因为他去 杨木泽出去 执行任务的时候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那他也没有什么交流对象 所以二喵就 成为他的朋友 他经常有什么 话呀 或者是刀刀呀 或者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会跟他交流 所以说呢 挺有 挺可爱的 黄锦怡老师 有意识到自己对着喵嘟嘴 那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 那你们平时跟小铅 相处 会是那种 用很假的语气 或者别字 来跟着那种想话 这种 为什么会 别字 我觉得我也不太会 但是我觉得可能 跟小动物说话的时候 会比较 语气上稍微柔和一些 黄锦怡自己也养了狗 和猫猫相处 跟和狗狗相处 有什么不同吗 猫首先 它是 这东西 它能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它又痛年人 你在那一坐 它就蹦到你旁边 在你身上蹭 就是 那感觉怎么说呢 就 反正我挺喜欢 狗是一个 你得跟它玩 你得跟它闹 然后每天 你得溜它呀 不然它就大小便 在家拆家 然后你 猫是像它说的 猫你是能跟它说说话的 你感觉它们样在你怀里 狗是你跟它说话 那狗就 这也就是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粉丝很好奇 黄锦怡洗澡的戏份 还会播出吗 我是不太希望 个人角度 我是为大家着想 不是个人角度 我不希望伤害到大家 我其实还好 因为它本身基础 还是可以的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然后看看那个黄老人在旁边 亲密的减肥 然后又知道你是那种 很难吃胖的类型 对自己的类型很爽 明爽嘛 所以这个我跟你说 有时候减肥 不是那么有必要的道理 这个是基因决定 你看它怎么吃 它也不可能胖 你看我就随便吃吃我就胖 这是基因的问题 你也不用羡慕 你也不用怎么着 没办法 你看整天含减肥的人 都是还在胖的人 对吧 从来不含减肥的人 还是那帮瘦的 想对想排队挂下一声号 让你心肺复苏 员工呼吸的粉丝说些什么 好好的活着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生病呢 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 疫情的时候 经常一起分享美食 觉得对方做的 最好吃的一道菜是 对 不是疫情的时候 不是你做的 你没有做 对 反正那会正好是 我妈来看我 然后疫情了 她也不不去了 就在昨天一直更晚待着 我俩住楼上楼下是吧 你是在楼上吧 然后呢 就显着孩子非常惨 因为我有妈 我妈每天在做饭 他们每天没东西吃 没有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就是剧组合饭 但是后来呢 因为没有想到 就是停工停了很久 是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后来呢 我们团队自己也开始 去过碗瓢盆都 都埋起来了 然后呢 自己开始在网上 学各种比较简单的 然后比较下饭的一些菜 连麻辣香锅都开始做了 所以人家复工还是她 我复工已经不是我了 二大祥眼母子 父女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想安排怎样的剧情 很难 你这李星老师 就比我年轻那么多岁 你是比我年轻的 可以像穿越的那种 也你妈妈那种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 这种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妈年轻的时候 也太好看了吧 他好好觉得他自己还能 还有希望这道校园去呢 努力 我努力 回头给我介绍个美容院 我去找一找 什么 根据指令 做出色自想到的第一个动作 首先是心动 比我还敷衍你 第二个是二喵 二喵是这样的 他那个手就这么长 第三个是火锅 好吃 第四个是Suppie Idol的笑容 是什么东西 可以给你们看一眼 我最好看模仿 可以看一眼 唱才艺 Suppie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甜白 与中午的阳光 都没你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清晨的蒸馏水 经过今天的验证 黄景瑜和李沁之间的 友情默契指数为 零 接下来 我们的友情宣言 杨木泽你有没有错过的人 会不会遗憾 不会 我不允许自己 所以说那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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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